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如 我是哲泉 好 之前我们曾经访问过围裙 对啊 都站在你女孩子的那边 应该要 对啊 不行不行不行 天涯同路人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上次在节目里有预告说 我们一定要再找火星人火哥替我搬回一层 你找到一个强大的支援火力来了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对象就是火星人火哥 欢迎火星人火哥 大家好 我是G-bike火星人 为什么是火星人啊 火星人是 骑得快 也不是 飞地球人 这个 这个来源游跟骑脚踏车无关 主要是因为我老婆她爱玩那个星座命盘 所以她当初在做那个自己的部落格的时候 她就是以太阳系来秘密 火星就是她的另一半 所以我就是自然而然当作是火星人 你就听到这一遍 有没有觉得那种很放闪的感觉 对 有有有 我感觉我非常可以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感觉 很难爱这样 为了礼拜六礼拜天能够再多骑一点 不只只有礼拜六骑而已 不过这样子也我也很困扰 因为很多车友都觉得说 就是因为不是地球的骑很快 所以才成为火星人 不过现在也真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啦 也还好啦 也还好 谦虚的 真的 爱骑 爱骑车 火哥在接触单车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然后进而变成这么的热衷 这么的热爱呢 我大概从2004年 就买了我那个算是一台登山车 人生中第一台吗 也不算是应该是说上班之后买的第一台脚踏车 靠自己的钱买的啦 工作赚钱买 以前可能是家人买的 对对对 以前学生的时候就是像父母亲买给我们的那个通勤车 那时候也很喜欢骑着通勤车就跑马走 那后来就是因为我哥当初在尾牙的时候抽中了一台 那个家乐福那种卖场车 后来跟着他的算是那个工作上的一些同仁 我相约去骑了一趟乌来 结果差点回不来 他之后就问我说 为什么骑车感觉乌来而已 怎么这么硬 我就跟他讲说可能应该是车子的关系 他就跟我约 找了一天去车行看了车 就看着看着 他买一部我也买一部 从此坠入深渊当中 对 之后就开始 抛家弃子 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候不能讲抛家弃子 展开了我们的运动生涯 对对对 我刚刚讲的是我对他的心声 你知道因为上次围裙来的时候 我们就在murr说 这个先生都为了骑车 然后小孩都放给我们顾这样 我们其实希望孩子赶快长大 其实我像火星人跟围裙 他们很厉害的一点是 都会把小朋友一起带出去 他们的家庭日 一定都是跟单车脱离不了关系 我觉得上次围裙也有提过嘛 所以第一趟开始把孩子带出去骑车 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大概应该是我们家老大 念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跟上次还比对一下 差不多是哪时候吧 帮围裙考验一下 火星有没有记得这件事 好心机哦 真的真的 所以不过讲到 其实火哥因为骑车的时间也算很长了 对不对 大概骑多久 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快十五年了 今天是一五年了 一五那零四那就是十一年 十一年的时间 那所以从登山车转变成公路车是 就是认真开始在骑车的时候咯 应该是不是 我2004年买那一部登山车 说实在的 寿命不到一年 就换车了 对 因为就发现 其实骑登山车 为什么每次跟人家出去外面骑公路车都尬不赢人家 为什么人家可以那么快 对 后来就想着想着 车子就把它卖了 就换了另外一台车 就换了一台另外一台的那个公路车 那时候骑车是单纯为了要兴趣或是练身体 还是其实后面有开始想要来做比赛 也不是 当初应该这么讲 以前我的运动大概是在球类运动 之前像打篮球或是打雷球 那些运动都会有一些运动伤害 对 那还有就是运动上也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像你没有球友 你大概就打不 没办法打球 对 而且这些运动也受到天后的限制 对 所以变成 后来就发现骑脚踏车你一个人也可以骑 对 一群人也可以骑 那再来就是天气只要不要太差 我只要注意安全 对 说实在的随时都可以出车 讲到天气太差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爬火哥的脸书的文 下雨天还往山上跑呢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因为有人有人的关系 这时候不能讲因为围裙会直到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想说怎么讲这么含蓄 没有没有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说 有时候天气不好 像我骑车的原则是 我只要出门之前发现地是湿的 对 那开始下雨 有在飄雨我就不出門了 因為我是比較懶 我就覺得因為你一動車回來就是要插車 對 而且如果有遇到雨的話 整個大拆了 對 對啊 啊 像我老婆她就不一樣 因為她就把插車的這份工作是歸類在我這邊 哈哈哈哈 所以她看一看 欸 這個天氣小雨嘛 對 也還好 就毅然決然 我今天我要出去練車 她就走了 真的 真棒的分配 所以有時候我想想她都出去了 那我在家裡幹什麼呢 對 有時候她出去沒多久我也會跟著出去 可是這讓我很好奇一點 像我上禮拜騎車 我們騎就是我們騎平等禮 剛好遇到圍裙 對 那可是我一開始以為說是火哥也在旁邊 結果火哥不是 我們有時候會兵分兩路 對 我就覺得因為那天火哥去練掌了 對 所以我那天在覺得很奇怪的 很好玩的一點就是 如果說一個家庭裡面 譬如說有小孩 對 那媽媽也騎出去了 爸爸也騎出去了 那小孩誰顧呢 喔 我們家算是比較幸運啦 像我 我是三個小朋友嘛 嗯 那老大現在已經高中 嗯 高一 他能夠自理了啦 他能夠自理了啦 我們家二姐的話今年是國二 嗯 那最小的他今年小六 嗯 那剛好因為我老婆娘家離我現在住的不是很遠 嗯 像我現在住的是在民生社區嘛 嗯 那娘家那邊是在那個中校復興那邊 嗯 所以 可以互相幫忙 就變成是說像他 他應該應該是說我小舅子的小朋友 嗯 欸現在大概應該是一個小小學 嗯 小一 他另外一個是幼稚園 喔好小喔 而且兩個都是小男生 嗯 很好動的小男生 對 所以他們在家裡壓不住 對 正壓不住 那就是三個大姐姐去哪邊 啊 哈哈哈哈 會啊 所以剛好也互相有伴 所以變成小朋友有去處 嗯 那我們大人也有另外一個生活上的重心這樣子 對對對 我剛才想說 哇如果我是那三個小朋友應該每個禮拜天都在歡呼 你知道因為爸媽不在家就是小孩最快樂的時候 而且他們去外婆家都覺得說 因為外婆對孫子當然都比較好 都很疼愛 對 非常疼愛 有求畢業嘛 所以他們有時候回來還會發脾氣 哈哈 因為那邊日子過太好了 哈哈 過得太爽 對在那邊假裝哭一下就有東西了 對對對 顏色一變就人家那奶奶或是阿嬤就拿東西出來 那回來的時候感覺好像回到地獄 對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小孩子都是家 爸爸媽媽你明天要不要去騎車 對 所以他們禮拜五就很期待 哈哈哈哈 什麼時候送我們去婆婆家 哈哈哈哈 爸媽明天天氣應該很好喔 對 那如果我們禮拜天打電話說 欸我們今天會晚一點去接你們 對 沒關係晚一點沒關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充滿了缺越這樣 哈哈哈哈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騎單車當然是很開心一件事啦 那因為剛有講到這個騎掌的路線 對 可是這個也是蠻好玩的 所以應該這麼說啦 很多人像我曾經在我33歲的時候 今年33歲甚至 嗯 我剛好騎台三線的 呃我去大溪 嗯 騎台三線 剛好看到33公里 突然很有感覺就停下來跟另外一個車友說不管怎麼樣你一定要幫我拍 他說這是屏路欸 對 我說我不管我就是要拍333 哈哈哈 對那因為每個人收集的東西很多 那可能他現在還有人在騎P字道 對 那火哥很收集的東西就很特別了 嗯 為什麼剛剛我們會提到煉掌呢 那所以我們就請火哥來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嗯 這個如來生掌大概典故是在去年 嗯 去年大概三月的時候 我們公司單車社的社長在辦公室裡面畫了這一隻手 嗯 那畫完這一隻手呢 他一開始就還蠻 欸怎麼講 還蠻期待的 就發了一個mail 嗯 來問我說 欸火星人 你看一下這一隻手我畫的如何 嗯 那如果我們在我們那個單車社裡面開團的話 嗯 OBOK 嗯 我後來看完之後我就回答說 以我們公司單車社的吃喝玩樂的這個屬性來看的話 這個路線一起大概就天黑了 哈哈哈 而且天黑可能還在山上 哈哈哈 他一聽到這樣子 這個這個路線 吹血了 對對對 就就整個冷掉了 哈哈哈 就就開始無疾而終 嗯 那後來大概過了半年 嗯 那我後來又發現了這一封mail又不小心又浮了上來 嗯 那我就覺得說欸 石渡西單車社這邊可能沒有機會 嗯 那舉辦可能因為大概瘋子太多了 嗯 瘋子太多了 對 每個人都是生化人 當你是不正常的 你身處在一群都不正常的人那邊你就發現欸 我正常人 哈哈哈 我跟你相比我是正常人 哈哈哈 啊後來我就把這個路線啊配合上那個乳癌生長的那個算是劇照 嗯 就貼了上去 嗯 那就得到一群一群瘋子的回憶 哈哈哈 你們不怕G-Bike的吹有聽到嗎 哈哈哈 因為你稱他們為瘋子 我們會放在FB上 哈哈哈 是不會啦 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應該 真的就是瘋子 在別人眼中應該是瘋子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跟我大學同學一起騎車 嗯 大概也是兩三年前的事情吧 嗯 結果他是跟我講說 他在他們那邊騎車 人家認為他是怪物 嗯 結果他跟我騎完車之後 他說 他覺得他正常 你在我眼中 你也是怪物 哈哈哈 人萬有人天萬有天 哈哈哈 所以變成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在怪物的眼中 又是說是怪物 那我是什麼呢 哈哈哈 所以就這樣子把那個單車路線 如來神掌的路線 就這樣開始騎乘了 對 不過應該是說 他當初的這個路線畫色 他是在電腦上 嗯 用Google去畫 嗯 那後來實際去探路之後啊 嗯 就發現有一些路是不能走 嗯 有一些是限制的那個道路 嗯 那有一些路線可能在騎乘上 嗯 也不那麼安全 嗯 後來有做了一些微調跟修正 嗯 那最後才把這個路線給算是 算是定案 刨出來 對 所以這樣這個路線是都固定的嗎 算是啊 算是固定的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把微調部分跟不能走的部分 因為實際探勘過了 確定他不能走 那我可能再找另外一個地方 但畫出來就差不多 而且畫出來的那個手掌 也要差不多是那個掌心 嗯 對 那當初一開始如果不能走 那您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呢 因為一開始不可能說 我們Google上面 就如同您剛談到Google上面畫 那可能實際去走又不一樣了 對 那跟車隊一起可能 那時候跟G-Bike車友一起 大家一起出去 可能很熱鬆 可是出去後發現說 困難重重 對 事實上不是我們想的 原來這可以走 那不能走 那我們第一次去探路的時候 那時候算是蠻刺激的啦 嗯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每個人都有手機嘛 那現在手機都有導航 都有GPS 嗯 對 那這個路線應該可以在山上 就直接透過手機的部分 去把路線找出來 嗯 就後來發現到山上 不是那麼一回事 因為山上的那個GPS的定位 沒那麼好 嗯 那有時候又收不到訊號 嗯 所以變成有時候在 那個一些路口 嗯 因為路口也沒有明顯的指標 嗯 所以變成在插路口的時候 我們就 那時候就開始要 碰運氣了 嗯 那走這一條 走一走就發現 欸路 狗追出來 哎呀好可怕 狗 我最怕狗 我最怕狗 對 而且山上的狗 都還蠻盡責的 盡責 對 他都沒有練 所以他看到只要有 外人入侵的時候 他就衝出來 直接衝出來 超可怕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 來來回回被狗追了好幾次這樣 變了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在探路的時候 就 走了很多冤枉路 嗯 那也花了蠻多時間 對 所以最後只花了三指 之後就結束這樣子 嗯 因為可能 大家 大家也累了 被狗追到也累了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辦法配速了 看到狗出來就努力套 對對對 啊也算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那一次的探路 感覺好像愧對我們這些 就是一起來 那個參加的這些隊友 嗯 所以那時候心裡就打 打定主意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這個路線給 探出來 找出來 嗯 對不管是用騎摩托車 或是騎腳踏車的方式這樣 嗯 欸可是我真的 對不起我要差回去問一下 所以你遇到那麼多狗的時候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我騎車我最害怕 就是碰到狗 嗯 沒有 如果牠跟你正向而來的時候啊 像我們那時候 大概只能把車子停下來 嗯 就跟牠對峙了 對 就停在那裡跟著對峙 牠不會再靠近嗎 通常 通常你停下來 牠也會趴 對 其實應該是 如果牠是順向的時候 牠是在你後面追 你跑越快牠追得越快 嗯 那怎麼辦 那就比速度了 哈哈哈哈 就跟牠比瓦數了 天啊 我記得狗會緊追不放欸 對 我之前有騎過一次如來神掌 在下坡的時候 被兩隻狗 下坡 對 天啊 被兩隻也算是沒有練的狗 追出來 嗯 結果第一隻可能是做做樣子 就是想說看到會動的 牠追一下這樣 牠就衝一下 結果牠衝完之後就停了 嗯 結果第二隻可能被牠影響到 牠就狂衝 哈哈哈哈 啊剛好牠追我的時候 剛好就是一個彎道 嗯 結果我就順勢彎過去了 嗯 那一 後面那一隻後追的那隻狗 嗯 煞車來不及 嗯 就是整隻狗就掉到沒有都掉到那個 山崖 那個水溝水溝裡面 哈哈哈哈 啊所以變成我後面的車友 因為牠在我後方嘛 嗯 牠就目睹了那個那個慘狀 哈哈哈哈 那隻狗就咦 哈哈哈哈 限世報 限世報 哈哈哈哈 誰叫你要追我 沒有 因為我們車隊的LOGO是三隻狗 嗯 三頭狗 對 所以想說你這一頭狗 你在追三頭狗 搞什麼呢 哈哈哈哈 天啊 好可怕喔 對啊 對 其實騎車最怕真的是被狗追 因為其實看到蠻多車友 還是真的被狗咬的什麼 哇 好多啊 對啊 那真的很可怕 我們是還沒有遇過啦 可是被狗 被跟被狗追是自由 對 可是狗看 比如說一群人一起去騎 狗看到一群人還是敢追嗎 不太敢 就不太敢了 牠會追後面的 啊 還不能騎太慢了 所以你在集團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對 千萬不要在後方 對 其實我知道了 為什麼GBIKE的那個隊友 都會騎這麼快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想當初 被狗追那一個 已經找出原因了 好 我們前面都在笑笑當中過癡了 好 你用這邊我們介紹的 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享受騎單車的生活 人人都是單車生活家 來到這個單元進行的是 單車生活家 我是彥儒 我是哲全 好我們每次都會邀請到很多單車好手 跟大家來分享 沒錯 我們之前有訪問過圍群呢 那麼今天也再度的要邀請到的是圍群的 另一半 火星人來到節目當中 歡迎火哥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火星人 好 所以我們上段講到說 他們進行了這個手掌的 如如來神掌的路線的騎乘嘛 所以其實有經過一段探路的時期 對 因為這路線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那一次探路沒有成功 嗯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對這些去探路的隊友很過意不去 嗯 那我那時候就心裡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找個時間 我要進摩托車 或是騎個腳踏車 去把這條路線找出來 嗯 其實我剛好是隔一個禮拜吧 嗯 那個禮拜 我看了一些車友的團 都是平路 不然就是一些休閒團 嗯 然後想說這些團都不適合我 嗯 可能自己心裡也想說 我想去探路 嗯 後來就想說 嗯 這些都不適合我 所以我剛剛好有這個這個機會 嗯 就騎著車 就把這個路線放在我的那個 馬表上面 嗯 那因為我馬表沒有地圖 嗯 就只有看到這個 算是手掌的一個軌跡 嗯 嗯 那因為GPS它定位 它有一個三角點 嗯 那你就知道了 你這個三角點 跟這個路線的相對位置 嗯 所以變成我只要到每一個插路口 我就是要 就是要算是要碰運氣了 嗯 我就想說 欸 先走這條看看 發現已經偏離了 那表示我走錯了 那我就回來 再走另外一條 嗯 就是這樣子 每一個路口這樣 踹踹踹踹 就踹出這條路線出來 嗯 這樣探路應該也要花一整天吧 當初一個人探路大概 我是早上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從故宮那邊出發 嗯 那印象中 騎完大概是下午三點左右吧 哇 三點多 欸 那這樣好像聽起來也還好 因為就半天 對 半天的時間 可是 聽起來是半天時間啊 在 在踏的過程中 是沒有人看到的 對 而且中間也遇到 不少狗 又是狗 又是狗 哈哈 那 你們知道騎完台灣 就會認識很多 不少各地的野狗 對 而且 像如愛生長這個路線 他有一部分 有 大概有梁子 他 會經過一些牧原 嗯 所以當初 我在騎這条路線 一個人探路的時候 那時候還下著小雨 嗯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有感覺 就是 整個 霧茫茫的 啊 然後又下著雨 結果你騎在那些 算是 算是墓園旁邊的那些小路的時候 心裡就想說 會不會是走錯了 怎麼會是這一條 怎麼會是這種路 而且我覺得山路最可怕的是 因為它沒有指標 所以你就不知道 而且有時候常常是 根本就看不到一兩個人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蠻可怕的 甚至有時候你在路口 你找不到位置的時候 你想要去問路 你也不曉得要怎麼問啊 因為它那邊 你說乳來生長 那時候根本還不是個 就是還沒有很熱門的時候 那時候就變成 我只能靠著GPS這樣子的方式 去每一個路口 去把它踹出來這樣子 所以因為我看 最近也蠻多人在練乳來生長的 對 那當初火哥在練乳來生長 探完路了 路線探完了以後 會不會像登山的山友一樣 會綁一些的袋子啊 確定說從這個地方要轉過來 對啊 應該這麼講 我對於任路這一個部分 我還蠻有天分的 所以我當初我一個人 把這條路線探完之後 我就很有把握就跟那個隊友講說 下個禮拜開團 我帶你們大家走正確的道路 結果那一團就很順利的就完全沒有走錯 就把那個路線又再走了一遍這樣子 好厲害喔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短時間之內完成了這兩個 對 那剛好我們在那一年的年底 在我們社團的社員大會 那我們這個創始人 對 就開了一個玩笑說 欸那你這個神掌現在也練了好幾掌了嗎 對 那要不要來一個翔龍十八掌 是把湊齊十八掌 對 你把這個當作是下個年度的目標 那我那時候也沒想那麼多 就不就是就很欣然的 好啦好啦沒有問題啦 嗯 後來就發現 哇你一年要把它練到十八掌 一年也才五十二個月 你要練十八掌的話 嗯 沒有一年也才五十二週啦 五十二週 那你每一週 因為我們我們有上班嘛 所以五十二週你不可能每一週都有時間去騎車 對 而且就算是你有時間也不見得天后 天氣好 對對對 後來想一想 欸你還蠻有難度的 嗯 那之後就這樣子也 反正只要有時間 就看一看 欸天氣也不錯 那就就跑了就跑了這樣子 嗯 就這樣子 不知不覺就練到十七掌 哦 所以只剩一掌啊 我現在只剩一掌 對 哇 差不多也快年底啦 不過現在 這一掌就很多人就預約了 就就想說 培期 對 對 就想說來共襄盛舉一下 對 就是幫幫幫 就是跟著一起慶祝這樣子 對 對 我發現火哥還蠻容易就是 先答應了再說 對 因為可能就想說啊這個應該 不難 還好還好 對對對 先走了再講 不過重點是答應了之後就會做到 對 比如說像我一群想要參加極鹿二鐵男女接力是不是 哦對 那個比賽也是有點半強迫式的 說到有參加比賽 嗯 那因為我之前可能也運氣好有拿過幾個獎盃 嗯 那他覺得說欸 有些人都有上台過啊 對不對 那他既然有心想練車 他也想想說 站上去的感覺 哪一天輪到他 他又有機會上台 對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吧 你既然想上台 那我們想個方法 嗯 那是不是我們來個類似 男女混合接力 嗯 那以接力的方式 我幫你拱上台 對 啊 結果他 他我可能只是隨便講講 對 就他當真了 他把他當真了 哈哈哈哈 後來就是就上網去找了這一場比賽 也就直接報名 嗯 那報名完之後我才知道說 這一場比賽它是跑棋跑 對 那你負責跑你就是要跑前第一棒跟最後一棒 嗯 那棋的話就是就是一人負責一項 嗯 對 那當初一開始的那個賽制的規劃是 跑五公里 嗯 騎應該是三十五公里 嗯 那最後再跑五公里 嗯 可能後來在實際比賽的前幾天吧 應該是他們路權申請的關係 嗯 後來他們把跑步調整 嗯 好像是在跑步的部分 第一段跑步是變成六公里多 嗯 那騎車還是維持原來的路線 嗯 那最後一段的跑步就變成只剩下四公里左右 嗯 那這樣就變成說 如果你後面 這一棒輸太多的話 嗯 你後面可能機會就要搬回來的機會就沒有 嗯 那當初在比賽的時候我一開始我是有在盤算 嗯 一開始就開始會觀察啊你主要對手在哪邊 蛤 對一開始就會做觀察 先找出主要對手 對 那後來我就發現有一個他那時候比賽他有號碼編號上 他有些算是特殊符號還是 欸不是他就是一般選手他可能編號是一開頭 嗯 那那個二開頭的就表示是接力的 嗯 可是他從二開頭又分無法分辨說你是男子接力或是混合接力 嗯 所以變成我那時候只能在跑步的時候就發現二開頭可能是對手 嗯 嗯 可是也可能不是 對 因為他可能是男子的接力 對 所以變成那時候就想說只要有餓的就不能放過 哈哈哈哈 要超過他 對就是要死咬住 對 後來就這樣跑跑進來 第一棒跑完進轉換區的時候 嗯 因為那時候進轉換區也發現離開的應該也沒幾個 嗯 所以變成我老婆就接到棒子之後他就離開了 嗯 後來我那時候就就在裡面想說欸三十幾公里我大概可以休息大概接近一個小時 嗯 嗯 所以我就開始在那邊東晃西晃就在那邊吃東西反正就東走西走 哈哈哈哈 那時候就開始等到時間快到的時候我就開我就在轉換區那邊再計算了 嗯 我那時候就在那邊想說欸這時候如果他進轉換區是男生在裡面等待的那個是女生 嗯 那就是表示是同組的 嗯 齁 啊如果說他進來的是女生 嗯 在那邊等待的跟我一樣是男生 那也是跟我同組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欸 我剛開始算說我們的排序大概是分組的第幾名這樣子 嗯 後來大概沒多久 開始在算的時候就發現第一組分一已經進來 對 那分一進來我就開始在那邊 欸 表就開始按下去了 嗯 哇一分鐘 哇一分鐘兩分鐘 我印象中應該是大概過了三分鐘 嗯 那三分鐘之後就分二也進來 嗯 就想說哎呦 哎呦第二組進來了 嗯 好緊張好緊張 對啊 後來再再算大概又過了兩分鐘 嗯 分三進來 那時候心裡就開始毛了 哈哈哈哈 就想說哎呦 再不進來後面四公里 我壓力好大 哈哈哈哈 結果大概又過了三分鐘 分三 嗯 也進來 嗯 哇那時候我就想說啊糟糕 嗯 這樣子真的是很難追很難追 嗯 然後後來隔沒多久就我看到我老婆 她也進到就是在我的視線範圍裡面了 嗯 我想說趕快衝過去跟她講說金片給我 剩下的我就衝出去 嗯 所以她是她那時候進來的時候應該是分室 嗯 嗯 那因為我那時候也不曉得說大會會搬到前幾 嗯 那一般來講至少會搬到前三 對 所以我想說我一定要追過一個 嗯 才有機會 對 那因為那時候在跑步的時候就想說 因為剛好在我們前面那幾個都是女生在跑步 嗯 所以那時候心裡就想說追一個應該不難 嗯 那追兩個應該有機會 嗯 可是要追到第一個 第一個 對 我在想說四公里真的難度很高 嗯 後來就想說也不要想那麼多了 反正接到之後就就一路猛衝 我大概就是衝大概四分數左右就衝入去了 嗯 就想說四公里嘛 對 對 後來從衝到大概兩公里左右 嗯 就看到第三名被我追過去了 嗯 就變成由四翻成第三 嗯 後來再隔不到兩三分鐘吧 也看到前面那一個 對 就想說哎呦 追過去我就第二名了 應該看到獵物了 對 就想往上衝 對 後來追完之後沒多久就就快看到終點 嗯 可是快看到終點之前 我老婆剛好是在終點那邊 有在等我要進去 結果一進去 我們跑進終點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等一下你就準備上台了 因為我那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們分組第幾 可是他根本不曉得 嗯 那我後來就跟他講說你不用去看大會成績了 我們是分二了 對 哇 他一開始還不太相信 對 後來大會真的公佈的時候就真的是分了 哇 還有沒有瞬間擁抱你喜劫而起 欸 那一天喔 我也忘記了 哈哈 那一天只講了一句說你剛剛在分區 剛才在轉換區等待的時候是不是偷吃了什麼 哈哈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在轉換區裡面 我那時候在觀察 嗯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我觀察到的狀況是這樣 對 後來他一開始也不太相信 那最後大會的成績就證明了我講的那 對 所以比賽真的是靠策略跟頭腦 對 我們過去可能覺得說 欸 但是比賽就比速度啊 比誰快啊 就比角力啊 然後會想到 我就沒有想到說有這種策略這種事情 所以還有真的是有配速度的是不是 我的配速我那時候的那個戰略是這樣子 嗯 因為跑步他不長 嗯 對 那像他第一段6公里 第二段4公里 嗯 我想說以這種短距離 你就可以盡量衝 嗯 嗯 衝到沒力 嗯 也無所謂 反正你前面贏的就是你的 先扣打 對 對這樣 那因為中間他那一棒你不用去騎車 嗯 所以我就利用那一段 對 我就好好的休息 嗯 我該按摩的 我該吃東西的 我該 對對對 我 我該調整的 我在那邊調整 嗯 等到他進來 我再衝最後一趟這樣 嗯 欸 不過吃東西應該也不能吃太多吧 大概就是吃一些流質的東西 就是補充一些熱量這樣子 對對對 嗯 哦 所以很好玩欸 對啊 下次如果有機會 我在旁邊幫你加油 哈哈 我都沒有想過要上凸台 哈哈 哈哈 我們騎休閒的啊 是不是 對啊 那其實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最後請火哥給我們 就是一些 比較想新進 接觸單車的這些車友們 因為蠻多車友也是自己一個人騎車的 那他或許有很多不了解的一些專業知識 嗯 那其實像這些新入門的車手 或是車友們 火哥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提供給他們做參考呢 其實騎車齁 我覺得 就只有兩個字啊 要注意安全 嗯 安全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嗯 那 所以一些 基本的一些觀念 嗯 比如說像我們騎車 就是我寧可在上坡快 嗯 下坡就真的要謹慎 嗯 因為很多時候的一些意外 通常都是你會覺得說 你是個彎過的去 嗯 嗯 你就不要把運動傷害就是帶回來 嗯 對 對啊 遇到狗就只有被他宰割 哈哈哈 真的 這很危險 對 不然就停下來跟他對峙 哈哈 哈哈哈 好啦 這個騎車可能要隨身帶一個打狗放在身上 沒有其實現在很多人 其實也不需要欸 應該你拿水對他噴水就好啦 對啊 真的喔 真的啊 然後就怕了 狗還是會怕 因為他不曉得那是什麼 對 他不曉得你噴什麼東西 那還有一種就是你可能 像一般我們都會有那個什麼 攜帶式的打氣筒 嗯 最多就是把打氣筒當暗器了 對 對啊 但是千萬不要丟出去 因為打氣筒也很貴 對 對 嚇嚇他就好 哈哈哈 好 謹記在心 哈哈哈 哈哈哈 OK好 那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再次感謝我們的活哥 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 謝謝活哥 謝謝大家 啊 這麼精采的專訪 只聽一次真是太可惜了 別擔心 我們在Let's 風單車的粉絲專頁 都會放上精采的重播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撥打專線電話 0908-865-668 0908-865-668 Let's 風單車粉絲專頁 等你來按讚 我們會約會 我們會不會 來的